台东地区在今天傍晚相信快要5点的时候 发生了瑞士规模5.0地震 不少民众家里受损 最严重的要算是东河湘跟都兰村落 因为有民众的独立浴室跟独立厕所 对被震的歪斜地上也出现了大裂缝 幸好没有任何人员受伤 而在台东还有一家超商 在地震当下整个天花板被震垮 差一点砸伤人 瞬间地震在我面前天花板掉下来 天花板整片掉落空调还悬在半空中 吓坏正要结账的民众 台东三十一号傍晚接近五点 东河湘发生规模5.0地震 超商天花板不堪剧烈摇晃 瞬间崩塌 连架上物品也掉落一地 摔破红酒流的满地都是 就怕还有余震 民众吓得冒雨待屋外也不敢进住家 有啊 很大率都裂掉那个楼梯的转口处 在外面下雨不然就回家了 台东东河湘路野还有台东市区 最大震度都来到四级 位在山脚下的都兰村 道路出现裂痕 村民住家的独立侧间 整栋位移倾斜 厕所已经一边了 变成比萨鞋塔了 刚刚地震过后裂风都这么大 大概有五公分宽了 水泥侧间整栋歪掉 屋主打开门一看 已经不敢上厕所了 也不敢洗澡了 浴室瓷砖爆裂水管变形 屋旁30公尺的挡土墙也被震垮 还在往下沉 地震导致台东传出零星灾情 幸好目前都没有传出人员受伤 只是连日豪雨再加上地震 让村民恐怕难入夜 接着潘正贤台东报导 花莲瑞岁台九县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继续有辆车因为天雨路滑 视线不良失控自转路边的灯杆 你看到整辆车被撞成了V字形 甚至灯杆还被它的车体给包裹 画面看起来十分的惊悚 而驾驶受困在车内 脸部肿胀 上半身有多处的受伤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后仍旧是宣告不知 感谢观看 回物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